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的今日点击节目是石涛 目前看来呢 确实中共想把薄熙来这个案子呢 当成个人的案子呢 给他了结 而到现在呢 他了结不了 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 他本来是因为政治斗争 他本身的一种政治的倾向 他的所作所为 换句话说 他的阴谋 谋反 要跟周永康一块做掉习近平 这应该是他最大的罪过 结果呢 到胡锦涛这儿呢 要把他改 要保持党的团结的形象 那就要把他变成个人的案子 这个个人的案子其实扭过脸来 就跟海伍德啊 跟那个古开来的法国亲人啊 就相关联了 那这么关联起来呢 你在找他罪责的时候呢 你要想给他置之死地 至于死地让他永远不能翻身的时候呢 以薄熙来本身家族的背景和他自身的影响力呢 难度就大 所以大家就看到呢 到现在没结果 记得曾经他们讨论过跟节目债人讨论过 希望把古开来的法国亲人呢 引回到北京去 那这件事情就我们当时分析说 说明薄熙来这个案子现在弄不下来 定不下来 结果今天网上有条消息披露出来了 那应该说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古开来的法国亲人已经在上海招地落地 那如果到上海落了地了呢 也就是法国人愿意去协作 跟中国政府协作来把这个薄熙来做定 应该是这么来解释了 第一时间呢 消息出来之后呢 各大媒体都登出来了 法国人那咱就看看法广怎么说的这件事情 文章题目讲 涉嫌卷入薄熙来一案的法国建筑师 将配合中国调查 那这里说的比较严谨 叫配合中国调查 也就是说他不会被到现在讲 并不是说被中国引渡过去 或者说抓过去或者如何 文章讲 德威莱尔星期一在这个柬埔寨获释 那星期二也就是7月17号 乘坐班机飞往中国的上海 德威莱尔在薄熙来的一案当中呢 涉嫌几件违法案件 所以本次前往中国的目的是准备 就薄熙来夫人谷开来一案出庭作证 这里说的比较清楚啊 要跟自己的情人出庭作证 作证当时是怎么样的 那可能是这个也可能跟薄熙来本身有关 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呢 他确实朝着这个方向 如果说按照给把薄熙来谷开来 按照孤立事件去处理的话 那中共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呢 往前又迈了一步 那带来的后果呢 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后果其实比较麻烦的就是 你维护共产党的体制 你表面上看维护共产党体制 但是大家伙都意识到 在过去的这件案子里面完全把共产党丑陋的一面揭示出来 第二个呢 关键的问题是薄熙来跟周永康整个联手原来血债帮呢 对习近平对下一届的整个领导人呢 是直接有威胁 有计划 有具体步骤 那把这件事情淡忘了 放一边了 变成党内高级的秘密 进行秘密处理的话 我就想说你怎么处理 你很难的因为你就很难能够拿出谁是谁非 那换个角度想 今天周永康你既然你把他的实权拿下 但是他的鸣弦还在那 这就会形成他有反扑的机会 对吧 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从这点上说呢 今天他走向这一步 也就会走向后面 更为后面可能更大的动荡 中共高层出现更大的动荡呢 埋下了伏笔 文章特别解释说 法国建筑师这一次去中国是出于自愿的 是为了配合中方在薄熙来一案当中的调查 对此法国驻金边的领事馆呢 也表示百分之百的赞同 所以他这里用词呢 一个是做证人出现 他不是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被引渡的 而是做证人的角度出现 而且他是协助调查 他并不是嫌疑犯 这里边呢是有区别 而杰布寨的内政部的官员呢 曾经提到北京要求法国建筑师 与中国的司法机构相配合合作 同时承诺不会对他进行追究 这是也就讲 这位法国人呢 在保证自己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前提之下 答应到中国去出庭要做证人 文章再次提到说 杰布寨曾经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有关 德贝莱尔涉嫌薄熙来严案的一些相关的证据 那现在看来呢 所有之间的这种讨论呢 已经大家达成了协议 因为包括杰布寨的外长与这个中国的外长 法国的外长与中国的外长之间呢 都有联系都有沟通 那就可想而知 中共上层呢 做死了要沿着个人的案件 孤立的案件去处理薄熙来的事情 这是我曾我跟大家分享过的 我个人的看法呢 这应该给后面更大的事情呢 埋下了伏笔 那最近这一两天 国内媒体界接连出了一些事情 他出的事情就是 新闻管制呢 突然的加紧 矛头非常清楚 冲着地方报纸 就是地方敢言报纸呢 直接下手 把人马换掉 直接甚至砍掉他的版面 各大媒体都报道这件事情 德国之声呢 反应比较快 连续写了两篇比较长篇的文章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他新闻的角度 更长一些的 或者说更多一些的报道的一篇文章 德国之声这篇文章这么说的 审查部门快刀在展 媒体人 那继南华早报报道 广州新快报总编陆福民被撤职 以及多个新闻版面被关闭之后 上海的东方早报的社长陆言也被免职 评论人士认为 18大前中共当局对媒体将更加的收紧 他具体说 新快报的总编被撤职之后 该报的国内国际评论等新闻板块 全都被关闭 7月16号出版的新快报的电子版 其国内国际评论等新闻版面 也同样被关闭 仅剩下了文体娱乐和本地新闻 那新快报的员工呢 称已经接到总编室的通知 今后该报将不涉及广东省的 以外的任何资料 而新快报的特点就是说 他报道了大量的全国范围内的一些新闻事件 而且有新闻评论 所以大家知道 新闻和新闻评论是真正现实生活的表现 新闻是展现给真相 那新闻评论是要挖掘事情本身的根源 和它背后 特别是中共这个环境下呢 新闻封锁呢 我们要知道它的根结 问题出来的根结在哪 这就是新闻和新闻评论的最大的价值观 那作为媒体来讲 被称为无冕之王 它的原因也在于此 它正是有它的观点 对社会负责 它真正的是对社会负责 对事情的真相负责 所以在世界各地呢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呢 媒体人的这个位置呢 是非常高的 被称为无冕之王 它监督着这个社会的 所有一切不公众的现象 监督着这个社会 任何一点点谎言 那文章紧接着也提到说 7月17号 新浪微博多位媒体人再度曝光 近年来在中国媒体中 一军突起的感言媒体 上海的东方早报 其社长陆延被免职 副总编被停职 其原因与新快报 是类似的 是因为该报 5月15号发表了 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一文 其中阐述到 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 就是要约束公权力 那不让公权力 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 不让他们获得大量的垄断权 大量的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那他认为这是5月15号的造成的结果 那今天是7月17号 那7月17号18号 两个月之后出事了 我个人的看法呢 你可以这么解释 或者说他们被拿下来的原因 可以给展示出这么一个原因 我自己的看法呢 他现在是盯在18大之前 其实真正是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要清理掉这些感言的媒体 这样的话 以防万一真正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提前在国内做好预防针 把这样的事情 在国内的传播的速度呢 降到最低的可能 那文章紧接着就出现评论了 他说在中国社会呢 审查常在中国媒体人从未经历过暖春 我觉得这都不用说了 就那么回事了 因为一直如此了 那第二呢 他提到另外一个说法 叫这种管制本身呢 在新媒体时代呢是无效的 那这是采访了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常平 那常平呢 大家知道原来在南方周末啊 等等等等 他也经历过类似的 他类似的故事 那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 这是应该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的 这种管制在新媒体时代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的媒体的管制 将促使社交媒体 也就是微博啊 博客啊 互联网啊 这一方面 老百姓自己会在这事情上 传播更多的谣言 敢言的媒体呢 被干掉之后呢 那不就谣言就会更多了吗 所以常平呢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呢 在大家对信息公开知情权 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概念之后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这种概念之下去反对审查制度 想方设法的传播这样的信息 甚至比以前更加努力去打破禁忌 我觉得 我觉得 应该现在的状况会超越这个描述的这个概念 它不是越来越多或者说更加努力 而是我觉得在网上我们互交信息 在网上互相传递遥遥领先的谣言 成为了现今中国社会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如果人谁在拿报纸在看的话 别人就说哥们儿圈眼吧你 你今儿早一大早你就喝啊 都喝成这样 看报纸你有病啊你 一定会这么说 而大家来了去说什么呢 昨天晚上我翻墙 有人说什么了 头晚上我翻墙 有人说什么了 网上又在流传什么 大概说的什么 这叫生活 看报纸那叫有病 大概应该这么解释就对了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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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